娱乐圈里因戏生情的不在少数 自从刘亦菲和宋承宪的恋情公布之后 就受到外界强烈关注 两人因和拍电影《第三种爱情》擦出火花 当时不但一起出席活动大晒恩爱 去年12月刘亦菲更带着妈妈到韩国旅行 当时传出两人好事将近 而宋承宪更在公开场合表示一定会结婚 可是这才没过多久 现在就又传出了分手的消息 据透露刘亦菲因为拍戏 所以经常和吴亦凡有合作 两人的私下关系也很不错 而宋承宪因此多次和刘亦菲吵架 还劝她退出娱乐圈 和她回韩国结婚 做一个全职太太 只是对于宋承宪提出的要求 刘亦菲每次都拒绝了 宋承宪也感到非常的无奈 和刘亦菲讲迟了很久之后 宋承宪表示不能带给对方幸福 于是忍痛斩断了这段异国恋 对于这样的分手理由真的让人大抵眼镜 刘亦菲出道这么多年 从三线小明星成为一线巨星 时间让她变得越来越美 身形傲人 相信刘亦菲就算没有宋承宪 也能找到更好的幸福